为了要来热情的迎接双十国庆 中华民国的前副总统吴敦义 结束15天的美国行程 美新时间5号下午回台之前 也特别透过了东森新闻的镜头 送上满满的双十祝福 再过几天就新逢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 10月10号 总统府已经有邀请函 马英九总统跟我 都在卸任后头一次 接受到邀请 我们都欣然同意出席 将由蔡英文总统就任后 第一次的双十国庆 祝福我们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也祝福所有国民 不论是海外或者在台湾的国民 大家人人健康 家家幸福 万事如意 谢谢 武敦一抗力呢 布出了下他的这个环球影城 鲜儿敦饭店 现场没有京东到乔包 只有国民党的大佬高启正 常委谢宗皇 刘永文 以及朱碧云等人一起来送行 而稍早呢 吴敦义还与国民党员来举办了一个 当务座谈听取新声 还有呢 与会的党员也纷纷见言了 说面临这种危急存亡之秋 国民党现在只有团结一条路 没有分裂的本钱 而吴敦义一行人 预计台北时间6号的晚间 就会回到台湾 了解一下 然后再试一步 继续 继续